这是一个咖啡机电磁阀 由意大利ODE公司制造 坛数为孔径2.5毫米 220-230V 50-60赫兹 功率14.5瓦 耐温为零下40摄氏度到180摄氏度 电磁阀是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 通常被用于控制系统内流体的通断 内部结构主要由电磁线圈 弹簧 鲜铁筑塞 阀座 阀体组成 电磁阀通常有两种类型的阀门 常开型和常臂型 咖啡机的电磁阀通常为常臂型 当咖啡机处于待命状态 萃取开关关闭 电磁线圈在未通电情况下 弹簧顶住住塞 使其与阀坐紧密结合 进水口与出水口处于断开状态 当波动萃取开关 电磁线圈接收到电流 产生电磁场 磁场作用于衔铁助塞 使其抵抗弹簧向上移动 从而打开阀门 热水由进水口进入 从出水口排出到达充煮系统 由于线圈的中心磁力线最紧凑 因此最强 所以长臂型电磁阀通常将注塞放于中心位置 关闭萃取开关 电流停止 磁场消失 弹簧再次迫使注塞向下 关闭阀门阻断水流 这就是咖啡机电磁阀 全新的视频 咖啡机电磁颈 10 8 9 1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